希望大家好好地感慨以后的十年 十年之后 一起回来开这个时间感浪 相约十年后在一起打开一同回忆 当年前是不少人的浪漫约定 而在八年前桃源中心国中师长 也和毕业生们在学校操场埋下时空胶囊 十七号校方邀请校友 回到校园打开这跨越时空的回忆 没想到 变色照片吸满泥水 只能依稀看到自己的性子 还有烂成一团到底主人是谁 都无从辩论的纸张 时生们看着这坨烂泥 心情无畏杂成 照片PO上学校脸书 网友校班直呼我们的未来 忠诚一滩烂泥 时空胶囊没用 可能要时光机才有救 也有人安慰 至少心是温暖的 塑胶带是环保材质 然后后来都已经有点粉碎了 所以就已经进水 原来时空胶囊活动是2016年 由目前已经退休的张姓主任发起 相约十年后 再一起回到校园 以当年 但因为运动厂加在年底进行整修 提前两年打开 结果没想到充当胶囊的塑胶箱 无法帮操 外头包裹的塑胶袋 也早已经分解 时空胶囊 承载的回忆 也收集渗入的泥水 打开的时候 难免有一些失望 但是在翻的 寻找的过程中捞出来 又发现有一部分 是完整的一个刺激 还可以看得到 当时同学 还有老师的一些照片 老师们也非常的一个 开心跟喜悦 尽管保存不完全 在网路引发乐意 或许乡内物品泡水 但对乡聚家校园的校友们来说 回忆可没跟着泡水 记者刘志展桃园采访报道 我是哈远宜 不用说故事 写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争议的拿证据说 被掩盖的挖出来说 非主流观点 我有勇气说 用心说好 两千三百万人的故事 我是哈远宜 请锁定中式YouTube频道 记得帮我们按赞 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